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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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晚餐就來了這間在惠於紅本新島丁上下通商店街 有一間是吃馬肉料理的 我們找了這麼多間 發覺這間有熟食提供 其他都是刺身 但我們不太敢吃生的馬肉 沒試過 肉就是這樣 吃起來感覺比較煙韌 簡單來說有點難咬 但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馬肉的特色 所以會比較特別 但我自己覺得 這個套餐也有點貴 原來它的套餐本身不包飲品 不包飲品 一個連稅收了4,000日圓 4,000日圓這個價 一般吃飯就有點貴 但可能因為它是馬肉的關係 所以收的價錢會比較貴 但我覺得整體來環境都很舒服 所以大家有興趣想試試馬肉 又不想吃生的就可以來這間試試 我覺得店門的態度也很好 知道我們是外國人 就會給我們看機會 我覺得還可以的 我們繼續享用我們的美食 吃吧 位於新島丁附近一間餐廳 專門吃蟹高級料理 就是這間餐廳 我不太懂得讀 但這間是因為他上次去我吃 他覺得這間餐廳比較 比較屬於高檔吃蟹的料理 今天就來試試吧 嗨 嗨 非常熱 OK 老婆 OK OK 而且這間餐廳非常有禮貌 大家都是英文能力有限公司 我也是日文能力有限公司 但它也是很熱情的為我們介紹不同的菜式 拿出英文菜式 都有這些圖可以看得到 大家有心理準備 這間餐廳真的吃很精緻的蟹的料理 可能對於有些人說 不夠飽 不夠化繩 但這間餐廳是不存在的 因為我們是享受它這個環境 享受我們的包廂 完全沒有人騷擾你 好 我們現在等著沙布沙布熟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好吃 這次我們點了一個蟹的刺身 待會說要放入煮熟的 不能生吃 我們一開始也誤會了是刺身 然後就試一下它這個經過沙布沙布之後的蟹 嗯 煮完之後 跟平時蟹的質地有點不同 很滑的 然後也有蟹味 但蟹味可能沒有平時蒸或什麼濃 收好收回之後那種味道會比較少 但它整體來說也是 我覺得好吃的 這個就叫甲羅蕭 它的材料有蟹 芝士 聞到已經很香的芝士味 都挺期待的 然後它就送了一個蟹膏給我們 它應該是整熟了 因為本來我們也擔心會不會是未熟 然後給我們 但不是的 因為它的毛已經焦了 淡淡的蟹肉膏 真的很棒 我試一下 聞到蟹味也很香 嗯 你會很喜歡這個 我會很喜歡 它是很鮮的蟹膏味 而且進去之後呢 是齒甲流香 很香 很好味 如果你喜歡吃蟹膏的人 真的不錯 而且它是滿滿的蟹膏 它不是一隻劈在旁邊 它是整個都是熟了的蟹膏 我覺得超級好吃 那我們這餐蟹的食宴就吃完了 真的非常之滿足 不會說超級飽 不是飽到上胸口那種 但我覺得耳去的食物質素 和服務 真的超級好 我們最後吃完的價錢 兩個一埋單 就是24650日圓 大概就是1200港幣 這個價錢 不知大家覺得怎樣 是貴還是便宜 可能香港這個價錢 根本都吃不到 但我們也覺得 耳去的環境 服務 其實都算很好 晚餐我們來到這間 位於夏通的食串燒店 這份就是餐牌 個人覺得也很清晰 餐牌圖文並謀地顯示食物 而且價錢也有顯示出來 就算你不懂日文 也可以輕鬆落單 首先是炸雞球 它不會炸得很乾身 雞味也足夠 而且小小塊很如入口 再點了一碟芝麻油加青瓜 中規中矩都算正常 醬油雞串燒 也算好吃 摺下來也是雞串燒 這款雞串燒加了少少胡椒粉 而且雞皮燒得有點脆口 非常野味 好吃 之後有鵪鶉蛋 雞腎 番茄仔 看看有個好心急的人類想吃 這個雞腎真的不錯 有很香濃的雞腎味 好像說廢話一樣 不過真的好吃 最後賣單是6500日圓 大概港幣是350元左右 我覺得這個價錢已經非常值得吃 因為我們點了十幾二十串 全燒 吃到飽了才出來 都是300多港幣 所以非常值得 而且這間比較本地的餐廳 可以用KL Code下單 所以食物問題不大 你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食物是什麼 然後再點 下站就來到雞丸水產 餐廳採用iPad下單 而iPad都有中文可以選擇 圖文並貌方便下單 餐廳有不同種類的海鮮和刺身 而且價錢又不算很貴 加上餐廳開24小時 無論你想幾點吃都可以 超級方便 餐廳的裝修以木製的桌椅為主 有一點像居酒屋 餐廳也有很多日本人幫襯 首先就是這個烤蟹王 這個真的超級好食 有滿滿的蟹王 煮熟後一口吃下去 簡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然後就是這個海鮮套餐 雖然它比較貴一點 但有很多海鮮 例如蝦、梵臘貝、魷魚、白鴿 建議大家不用一次過燒全部海鮮 可以先燒兩款 煮熟後立即享用 真的很新鮮、很好吃 剪片的我都覺得很餓 然後是蝦和魷魚 不過蝦很容易燒焦 所以小心點不要燒太久 魷魚正正常常 值得一試 還點了刺身拼盤 不過就普普通通 個人覺得可以不用點 最後就是吃燒肉 就點了這個二人套餐 有五花藍、雞肉、牛腺 但份量不多 每款肉只有3至4個 另一碟可能有很多肉的關係 肉的感覺就黏在一起 但整體看上去都是新鮮 不過右邊的雞肉就除外了 因為它實在看上去太像一對脂肪 餐廳採用了排煙的裝置 所有燒肉所產生的煙 就會立即被吸到旁邊 相對上沒有太多油煙 不過多油脂的肉很搶火 而且很快會燒焦 這點就要注意一下 好了 今次的紅本美食推介 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次見 拜拜